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协生会,你的人心故事机 这两天啊,朋友跟我说有一个节目火了 叫什么呢,叫乘风颇浪的姐姐,还是叫什么浪催的阿姨啊 反正说这么一节目,火了,特火,都听说拍过第三季 我说都是谁啊,里头,这个吧,那个吧,谁吧 我一听,哎呦,都不认识,有一个人我还知道,谁啊,宁静 怎么知道了吧,宁静拍过一个电影啊 叫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吧,最后有一个 那个卫山剪板,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最后几分钟,有一个宁静的一个半裸的镜头 当时为了看这个镜头,各种各样的上网,去找资源 真大,所以我知道宁静是谁 至于他还演了什么别的,好像我记得大宅门里头 好像人家是客创我一个老宝子,然后就一点意见都没有了 所以你说这我也不是说不爱看这种东西 关键是这提不起我兴趣了,你都穿上衣服的 我看你们干嘛呀,对吧,我看你们在上头表演 对吧,人家都说这综艺节目一点都能真是没有真实的综艺节目 我给各位讲一个真实经历啊 一零年,一零年一年左右吧,十多年前 我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啊,那档节目当时在辽宁卫视播的 叫你好大尔文啊,据说是那个辽宁台通过这个买的意大利的一个 一个节目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知识产权啊,然后咱们引进来拍 当时的主持人是郭德纲啊 我那我特喜欢郭德纲的相上,对吧 就有机会就想去追星些,对吧 就凭这种心情,我是报名参加这节目 哎,一下就过了,对吧 那期特斗,胖瘦对决 其实说实话啊,各位如果有幸可以找出这你好大尔文 胖瘦这一期了 我当时的好像身材比现在 好像还胖点,对吧 但是啊,咱在那堆人里头 真不算胖啊 那堆人好家伙,我印象特深 有位哥们儿啊,真得快五百斤 就那大哥,走路那样走 我呢,走路低头低挂了 往前走着走着走着 就感觉撞什么东西了 咣当,我差点坐地的 那人,哎呦,兄弟没事吧 说着路,说着话就走了 哎呦,天呐,我第一次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走着走着路,被人撞了一下 然后就要摔了 您,您,您,您琢磨 就那帮人都能摟了体格了 您知道吧 那节目,那节目说实话 最后拍了小伙集水 特别扯淡 首先咱说啊 这种所谓综艺节目里头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没有什么记性发挥 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片段 那都是导演 逼着你这帮演员拍无数遍的 对吧,我们那天是礼拜天录制 礼拜六上午就让我们到了摄像棚 然后就开始说 给你布置任务 然后呢,去给你 然后让你自己去背词去 准备去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给一套词 比如我们在那里头所有的发言 当然,说实话 如果各位您能去找到当时的那个资料 我的那个在节目中的发言 留下来的那一部分 是我自信发挥的 节目组本来给我的词 是我之前那一段说的 后面那一段是我自己发挥的 这个还不错啊 也就是咱自吹一点 就是哥们这种不怕镜头的 对吧 当时一来这镜头都打上 灯光打上 这妆也化了一开心了 一下美了 能就还就说出来了 对吧 那实际上所有人的东西 怎么唱歌怎么跳 说什么内容 都是安排好的 就连后来有一个项目 是给我跟另外一个人 掉那水坑里头 对吧 让你答题 那答题那些题 很多头天晚上都给过你 但是我一看你给这题 太简单了 对吧 问你这棋盘上那黑点 叫什么 那叫星啊 对吧 那棋 围棋棋盘一共360 360一个黑点 一共360一个格 3361一个点 就你能放360一个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围棋 它很少出现核棋 对吧 那都是在官子阶段 然后双方互相打结 那反正很复杂的一种情况 才可能出现核棋 非常难得 正常来说 算木树是不可能有核棋的 我没学过围棋 这这只是我平时 就是好奇看看 对吧 知道的 包括那上的有九个点 那叫星 对吧 在五成五那个位置上 那有几个位置 对吧 中间那地方叫中 那个那个叫天元 对吧 就这种东西 就是这全都发这个 包括澳门特区的区棋 什么啥个绿的呀 对不对 那绿的 看看赛定堆上 那脑门会想起来 肯定是绿的呀 对吧 所以就是 这种东西 他给的题都这么简单 然后旁边那个人 看了一宿 没背下来 我这就感觉 是我跟背过题似的 人家就说 你们是不是抄 我这题还用背 我天 你们太看不起我了吧 好歹咱哥们 说句不好听的 正经 咱甭说考了怎么样 还上过一个大学 平时还翻翻书 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学习的底子 你我再比不了 那你太看不起我了 对吧 你们这个 这节目真 简直就是 特别特别水的节目 后来那节目播出之后 我让我同学 赶紧拿 那会没微信 都打电话 赶紧拿 今儿把哥们上节目了 几点几点 翻买台给我看去 所有人都看 看完就给我发 这没劲 真无聊 除了看你还高兴点 以外 其他都特别无聊 这节目效果极差 所以那节目 后来没几期 下降了 再也没有了 这就说明问题 你这个 所有的综艺节目 全是 咱不敢说 百分之一百啊 百分之九 九点 无数个九 那都是演的 所以这成功波浪姐姐 也一样的 都是演的 你们演出的 我看的最多的 女演员的作品 那是不穿衣服的电影 我这穿着衣服 我看你干嘛呀 对吧 你们这都能审核 我看什么呀 那就得 是吧 这个有需要私下跟我交流啊 这个咱们在这 不能多说这种问题 我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对不对 怎么能聊这种 黄皮 怎么聊这种话题呢 这都是演的 而且你们都穿着衣服 我不想看你们 对吧 我唯一知道明镜 我还是因为他不穿衣服 我知道他 现在穿着衣服出来 那么大岁数了 还交手弄姿吧 还怎么着吧 哎呀 人家都有人设 所有的这些大牌的 这些一线的 这些男的女的 不男不女的 那些都有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告诉你们 你要表现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发言中 我们给你写好词 你的发言里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包括那近东 对吧 说那话 我平时就喜欢看看什么 这个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这这都是有词的 他知道什么叫诺贝尔文学奖 少儿时学 就咱们中国的演艺圈 那基本上都是少儿时学 后来呢 各种睡吧 背睡吧 然后 哎 混到了一个那个学校里头 后来又经过你活比我好 我我我这点比你长 对吧 然后你兄弟就各种各样 这种方式来出道 你说这种人 他们能有什么真本 没什么真本事 就算肚子里有点墨水 那早就用完了 出道第一篇就用完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那你说他这说什么这个词 他知道什么叫诺贝尔文学奖吗 对吧 你知道谁写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吗 诺贝尔文学奖里头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字呢 这就说到这跟各位聊聊 诺贝尔文学奖里头 曾经都有一篇文章 叫 有本书叫静静的敦和 这本书 诺贝尔文学奖了 后来到了可能到70年代 随着这个电脑的出现 尤其是统计学的发展 有一种说法 这静静敦和是抄袭 为什么呢 因为静静敦和里头用的这个借词 和这个作者常用的借词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这每个人说话也好 什么也好 包括我自己看过的节目 我说我怎么那么多碎话 我自己说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的 你下意识就有很多表现 这些表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统计学大数据都能给你算出来 一算一算 你这个差太多了 这不是 包括咱说实话 那个曹岳琴那个红篇巨著 红楼梦 斯大平主题 很多人说后20回是高额续写的 对吧 很多人抱着意见 但是当今数学就不认可呀 我们通过这个计算 你这知乎者也使用的评次 使用的位置 使用的场景 后20回跟前八十回前一本一样啊 对吧 那很有可能 当然如果只是从这方面 很多人不信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宁可相信科学 我也不相信你的主观判断 对吧 很多人不信 拿出各种证据来 曹岳琴怎么能够委屈 曹岳琴为了让这篇东西不被销毁 他也得这么干 这种说法说得过去 对吧 所以从这个数学来说 就有一种说法 从统计学啊 单纯 我只说这种说法啊 单纯从统计学这个角度来说 后二回的作者 跟前八十 跟前一百回的作者 很有可能是一个人 那前八十回是不是也是高额险呢 我这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说远了啊 说回这个乘风破浪姐姐这事了 就是所有的演员也好 什么也好 在那个场合都要保持人设 所以这场节目挺没劲的 你看一帮演员 在一个号称真人秀的节目里头 给你表演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前提还是被我的经纪公司设定好的 那你说这节目能真实吗 怎么可能 那不可能啊 对吧 再加上很难勾起我最原始的欲望 所以这种节目真不堪 还是那句话 中国这帮艺人就他妈欠饿 每个人都饿着 上街要饭去 自己凭本事挣钱 就全老实 两天就分出来 谁是谁是牛的 谁是谁是不行的了 对吧 像晋东那种宁静那种 那估计很快啊 我估计就是楼下捏脚的 你就能感受到来自宁静志愿的服务了 行了 关于这期节目啊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觉 嗯 ном 没有 什么 你们 那个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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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